你才是人家人讨厌的 加全力把我远选不上 妹妹 你长得这么漂亮 你已经问了十次了 你才是人家人讨厌的 加全力把我远选不上 我刚出过要怎样的生意 丢脸又怎样 你真的是李王宏威讲的 你刚刚要脸吗 我告诉你干嘛嘛 谁必然告诉你 我帮你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当初点出这个报道 或者是这一场这个费文 要模糊到选举的状态 这个选举的焦点 就是一个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他爸爸是斐文案主角 斐文案女主角没有出现 然后这个他爸爸是一个骗子 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清楚啊 妹妹 你长得这么漂亮 你已经忘了十字了 你回家 我做过采访主任 我好好的教导你一下好不好 哭一下 现在就哭一下 你不是最爱哭吗 你也可以在街上打滚啊 你也在街上打滚过啊 我老婆 要死你羡慕吗 不要脸的蟑螂 你才是打滚啊 老鼠 像是人的罢人 像是人的讨厌 台北市议员 一位王小姐 策动张淑娟 提告目的何在 请问这位新闻界出身的王小姐 你在新闻界工作这么久 你不想知道真相吗 医师形态跟政治权位 会让你失去了理智吗 我在这里先警告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请你们不要把一个单纯的媒体工作者 寻找真相的事实 做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其中 这位台北市议员王小姐 所伤害的 就是张淑娟小姐 张淑娟小姐 这一位在场闹场的人 叫做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洪威 纯粹的新闻工作者 在这里 公告拜兽女王 天天在拜树 还有脸在这边讲话 人家告你多好事了 你好意思吗 哭一下 他就哭一下 不是最爱哭吗 你也可以在冰上打滚 你也冰上打滚过 太后会打滚 太后会打滚 你老公吃软饭吃了十几年 你自己把话说清楚吧 我老公跟我离婚了 再见 你王洪威 谁嫉妒你老公 你自己送上门来挨打 这种人想要唱人家 想要选举的人 就是国民党最无耻的 现任的市议员候选人 最不要脸的媒体员 你还好意思讲媒体员 不要脸 媒体员做五十年 我要不要脸是我自己的事情 对你不要脸是你的选择 你更不要脸你 为了要选举 看人家周日寇 你要脸吗 你 你叫我 张淑娟吗 靠一边去了 跟你不会吗 你才滚一边去了 你滚 你滚一边去 对对对 你跟你有关吗 王洪威 你走一边去了 你又不行了 你又不想 你滚了 你滚他就会到了 那我要等张淑娟小姐 那你就不等不到了 你是挑拨离间者 你是想要得政治红利的 不要脸的蟑螂 你才打滚呢 老鼠 老鼠 你才是人家人讨厌的 小选立法委员选不上 只有你败诉 我败诉怪又怎样 关于什么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